这是摄影艺术大师 《全川石花》2012年执导的美学电影狼狈 每一帧画面 色彩都极度饱和 每一幅不紧 既凌乱又框架分明 每一位主角 连头发丝都漂亮到极致 作为从摄影界跨界而来的导演 《全川石花》的电影风格 区别于其他美学导演 颇具国风气息或文艺气息不同 它的美学色彩更具潮流的前卫感和时尚感 华丽而诡诀 浪漫又奢靡 拥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全川石花》的作品 一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拍摄方式 电影的画面 不会进行过多的留白处理 每一帧都是满满当当的色块冲击 直击观影者的视觉和灵魂 并刻入心碎 并忠情于将女性的精神 与华丽的色彩完美混合 创造出如同糖果般甜美的女性世界 只要是她执掌的镜头 无论是女主角还女配角 各个既甜美又性感 却不搅柔造作 《狼狈》除了是一部极具视觉享受的美学电影 还聚焦了社会热点话题 比如容貌焦虑 比如何谓美丽 还有职场的更新替代 充满了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关注 加上虚实交替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 使得《全川石花》指导的狼狈 可以称得上一部很有看头 并引人深思的美学佳作 而狼狈的前卫感和时尚感 除了在影片的布景和色彩上 侧重体现以外 演员们上百件服饰和百变的造型 也让这部影片增添了视觉的无限看点 作为一部2012年上映的电影 即使里面很多的服饰造型 以现今审美看来有些过失 甚至个别的发型和妆容 还带着浓烈的非主流气息 但在当年却是非常前卫的存在 女主因为是名牌御用模特的设定 更是拥有了一个豪华的衣橱 几乎每隔一分钟就换了一套衣服 她比较有代表性的细服 包括这条蓝色的无袖连衣裙 虽然是条纹的图案 但采用了绘画涂鸦的方式 来打造条纹的图形 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 比刻板平直的条纹更自然 脖子上佩戴的大水钻像面 还有那一件浮华风格的粉色皮草砍件 都为这一身着装增添了视觉的华丽感 跟这条蓝色条纹裙风格类似的 还包括女主去到油菜花海时穿着的印花裙 这条有着抽象图案的无袖连衣裙 其亮点主要集中在头顶那顶草边原貌上 大宽边的帽颜 坠满了紫色和粉红色的花朵 当女主身处一片暖黄色的花海时 这顶草边原貌 让女主成为了花海里不被淹没的亮丽风景 女主颇具设计感的裙子 还包括这条阔形非常立体的白裙 整条裙子 除了面料所呈现的高光泽度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装饰 但用精细剪裁和抽者工艺打造的挺扩轮廓 让这条裙子颇具未来感和前卫感 手臂上银白色的重金属手串 特别契合这一身硬挺的着装 女主在影片里穿着的白裙 还包括她在参加记者招待会时 身着的裙子 这条鞋尖设计的白色短裙 其款式和配色并没有太多的亮点 但导演用这条素色的白裙 打造了整部影片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 数以一计的红色羽毛从上空挑落下来 扑满了整片白色的地板 而女主穿着这一抹白裙躺在中间 她黑色的长发与红色的羽毛交织在一起 洁白的身躯与地板完美融合 整个画面极具视觉震撼力 女主好看的白裙 还包括这条既甜美又性感的娃娃裙 裙边坠有白色毛笼 裙身有着亮晶晶的亮片 裙子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魅力 但穿在女主身上 并配合影片诡诀的氛围 就有种神奇的吸引力 无论男男女女还是鬼魅王俩 都要被女主吸引过去 影片里 女主还有很多配色很浓郁的裙子 比如这条在粉丝招待会上亮相的大红裙 就是一条无论配色还是设计 都非常浮夸的裙子 就连妆容也特别的张扬 宽大的裙摆 采用了前短后长的设计 既可以拉长身材的比例 又能凸显裙子的隆重感 当然女主的戏服 也不仅仅止于这些 影片为了打造女主潮流模特的身份 在很多场戏份里 用到了很多拍摄杂志封面的场景 这些走马观花的片段里 女主都以不同的造型和服饰亮相 让观影者 如同看一场豪华的服装大秀 就连在影片出场次数 寥寥可数的女配 也拥有了多套前卫的服装 这些漂亮的戏服 让主角的设定更有信服力 并为电影的色彩美学增色不少 对服饰感兴趣的 可以去观赏一下这部电影 说不定现在的你 还不及11年前的电影主角前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